見到校長是怎樣的? 早安了,Eddie同學 女校長早安 忍不住笑 你今天要訪問那個不是普通的老闆 是一個很好笑、很有趣、很好玩的CXO 你小時候,爸爸媽媽是怎樣模特兒 怎樣幫你去造型的呢? 你是做生意的 還是他有個想著你也是做的 現在你叫醫師嘛 那你真是想著做醫師的呢? 我在華富村大的 我爸爸就是我後長 一家七口就住在一個大概三百多尺的公屋 那時候是新款來的,應該有天井的公屋 他很努力,媽媽打工,爸爸也打工 養爺爺媽媽加三兄弟 然後就樂爺爺爺爺爺 看著爸爸一個人打兩份工 以前在香港地,就很奉行獅子生下的精神 那他有什麼工作呢? 唯一投家呢? 那些人都不選擇工作 就是我爸爸是打兩份工 我經常在星期日他都要上班 那他找到少許第一桶金和累積咀的經驗之後 他就開始做生意 那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但是我到我十三歲那一年,家境都開始好些了 就我們開始搬去那些叫東半山,天下地道 小康之家,帶他中風 那中風之後呢? 那就真的沒什麼,沒辦法了 那就唯有真的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 也都很擔心家裡 唯有專注一點去讀書 想著將來做一個醫生,有機會醫到家人 有條路的,有條路線的 那然後呢,就去到讀 其實但是我發覺一路讀下去呢 入了大學之後,那時候在香港大學 那越了解得多醫學,發覺呢 醫學很偉大 但是呢,其實越了解得多的時候 才發覺原來都很多事情做不到的 那尤其是我爸爸那些是長期病患 那還有我覺得一個病呢 尤其是我的體驗呢,就不是一個人的病 其實是一家人的病 就是希望呢,盡量將 Focus在一些 預防性的醫療和精進的醫療 那早點呢,用最低的成本 最優質的醫療服務呢 可以令到很多家庭都隨手可得 如果這樣做到呢,就可以 很偉大 那真的那個影響會很大 眼淚開始漏了 那所以就是幾年時間過去了 就是我們想將我們的集團 由一個美麗 正是照顧客人美麗的地方 就發展成為 希望這個世界更健康美麗快樂 那所以獸醫又做 29個科都做 那這個最重要是 符合我們那個核心目的 那個call purpose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一直這樣走 那所以我們都不只是 看著一些financial KPI的 所以盈利能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我剛剛想說 你是不是打算放下去呢 生意做好了 服務做好了 品牌做好了 平台做好了 但是我們的盈利能力差了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投資多些給我們 又放回去嘛 那你就自然會是 但是很開心的 這是對你來自然會 hehe 這是對 pul Rag 當然不要這樣子 對肉類的大火 讓你準備一大火 你不要這樣子